还有房价也在涨 新北市永和现在也破房了 在捷运顶西站附近有预售案 在近期开出多笔单价百万的实价登录交易 等于说现在在新北市不只是板桥新店 连永和也加入百万房价俱乐部 咸酥鸡 卤味烧烤 生煎包 珍珠奶茶 人气美食任你挑 一到晚上夜市挤满人潮 新北市永和区不仅是全台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区 如今房价也是吱吱声 想吃着想喝的好玩的 几乎只要走路就能解决 加上交通的便利性 也让永和成为新北第三个房价破百的区域 继板桥新店之后 永和也正式加入百万俱乐部 有预售案在8月9月分别以单品100多万元成交 刷新区域 行情最高价 不管是大众运输啊 然后就比方说现在鼎溪这边 过个桥其实就到台北市了 直接搭球员就可以到各处 然后还有一些夜市或者是交通都蛮便利 不只预售天花板冲破100万 就连屋林18年中股 单品也要9字头 新北房价金金涨 目前凑齐百万三王 专家更说下一个有望站上百万大关呼声 最高的是三重 因为三重生活机能方便啊 对不对 吃的选择 然后那边的生活消费水平也比较低 顶心那边因为它的基地面积都比较小 所以如果说物以稀为贵 而且现在小坪数确实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央行既出打炒房政策 似乎只打掉量 没动到架 甚至还造成很多刚性需求的人 买房受到影响 也难怪被百姓和专家痛批 大方没打到痛点 白忙一场 东森财新新闻 杨俊为邱小倩泰报道 看满风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